不给我结装修钱就把你装修好的房子给你砸了 因为所有的材料都是我的 你不给我钱我就有理由给你砸了 近日呢在河南郑州啊 发生了一个奇葩的事情啊 就是刚装修好的房子 因为业主不给包工头给结装修款 包工头呢恼羞成怒带领工人呢上门 开启了拆架抹制 针对这样的情况呢 装修公司拿不到装修款 业主呢不给装修公司结装修款 这样的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室内装修呢 已经是我们每个人买房都会经历的事啊 无论是新房二十房 只要买了房呢都会进行装修 那么随着而来的问题就出现了 业主呢总是抱怨装修公司在装修过程中呢 偷工减料拖延工期而且临时加价 这种情况在装修过的业主当中啊 都会经常的发生经常的预见 本来预算的装修款是五万块钱 最后装修呢花到六万七万 甚至十来万更多 而施工方呢也埋怨业主啊 事多别人家都是这样的标准 你要求的太细了 你这个活呢根本做不到那么细 而且呢业主还拖欠工资 不按照时间按时的结工资 目前双方的矛盾肯定是一个家常便放啊 对不公堂的也事有发生 装修公司呢和业主都是受伤的一方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在这里还是奉劝大家一定要冷静下来 商量着怎么办 而不是像视频当中去把装修砸了一面 您觉得呢 欢迎订阅往大致 这边 毫